1969年三线建设的热潮中 两千多名建设者从繁华的哈尔滨 来到磁都郊区的这几条山沟 他们要在废弃的古摇纸上 建立中国直升机事业新的根据力 直六 直七 直八 以此次尝试 三十多年的岁月 几代人的努力 中国的直升机在仿制和技术引进中 寒山前行 改革开放之初 国家穷 邓小平说军队要忍耐 到了1998年 随着国力的提升 终于迎来了直十 这个自主研制令人振奋的型号 也正是在这一年 由法德联合研制的虎式直升机正式量产 至此美俄英法德义 甚至南非都拥有了自己的专用武装直升机 中国陆军航空兵 的期待 那么对于中国第一款专用武装直升机 陆军最看重的是什么呢 这个武装直升机啊 这个特别是专用武装直升机和民用直升机 一个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民用直升机讲究什么 讲究经济性 讲究舒适性 这个这是民用直升机 还有一个可靠性啊 这是民用直升机最关心的这个问题 最关心的 当然安全性 这个都是民用直升机最关心的 但是武装直升机首先关心的是什么 关心的是你的作战能力 作为三代机 直十的所有设计都围绕着战斗力的升级换代 与一般军用直升机相比 专用武装直升机是低空的格斗高手 浑身上下武装到牙齿的猛禽 首先在机身外形上 就与一般直升机迥然不同 设计团队确定机身布置的形式为纵列机梯式 收窄的机身可以让直升机正面被弹面积最小 面对雷达的成像面积也尽量缩小 阶梯式布置则让前座的驾驶员和后座的武器操作员都获得良好的视野 机身大量使用折线与平面 也可以减小雷达波的散射提高隐身性能 考虑到未来可能面对的强大对手 瞄着世界水平的思路 也在直实的设计中体现出来 在这间外观奇特的实验室里 正在进行悬疑噪声的测试 对于民用直升机 减少噪声可以提高舒适性 而对于武装直升机来说 减少噪声更为重要 可以降低被敌方发现的可能 直实为奖的四片奖页 没有以直角石子交叉 而是采用了剪刀式的设计 就是为了减小噪声 让直升机的隐蔽性更强 为了追求性能极致 直实使用了诸多新材料 而研制人员对于新材料的了解 是在不断的尝试与失败中逐渐积累起来的 在直升机所的疲劳实验室 陈列着一个泛着浅蓝色金属光泽的部件 这就是蒋古中心件 它被展示出来 不仅因为它是一个价值百万的大型钛合金筑件 也不仅是因为它必须同时承受蒋页旋转的巨大离心力 和直升机体的巨大载荷 还因为它曾在直实的研制阶段 让人们吃过大亏 当这个价值百万的宝贝疙瘩被加工出来 在被小心翼翼地固定到疲劳实验台上做测试时 它的表现却令人沮散 我们算过来 因为按照频率来算的话 你如果存在实验那要做下来 大约的时间要做 三个月的时间 没想到它一天 单天就坏了 这让所有人的神经都骤然紧绷起来 数百万的经济损失还在其次 更重要的是 如果不能迅速解决问题 将会大大延迟研制进度 降低设计标准 后来把这个关键部位把它切开 就是裂纹那个地方把它切开 我们送到理化分析 通过理化分析发现 做实验之前 它已经出现了一个轻微的一个 裂纹 应该叫有损伤了 最后反推过去工艺 发现是一个溶点 一个碰到一个高温的溶点 导致它出现了裂纹 排查了零件加工中的每一个步骤 人们才最终确定 阳谷的损坏 是加工时产生的微小火花造成的 从此之后 这个零件的加工工艺被重新设计 这一关算是创过去 在疲劳测试中心 一款国产商用直升机的尾段机身 正在接受强度测试 多年前 就是在类似的场地和台架上 直实的零一架机身 经历了严苛的强度测试 这个全机经历试验的话 它的目的就是要验证 我这个全机的结构设计 它有足够的强度 能够满足我这个飞机包线的要求 所以的话 这个全机经历试验 我们一般要选择 飞机最危险的几个状态 就是说 飞机受宰最大的几个状态 来做试验 做完了这个以后 你才能让它上天首飞 在直实之前 没有任何一款国产直升机 使用过如此大量的复合材料 对于它的机身强度 谁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当时直实做这个经历试验 我们也都是 也是我们是捏了一把汗的 因为做经历试验的话 很容易出现这个结构损坏的情况 整个在做的过程中 会发生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的一些响声 非常多的响声 特别是复材结构 响声特别大 响声特别大的时候 那时候每崩一下 我们在实验项上的人 都非常紧张 钢缆越崩越紧 所有人的神经 也随着紧崩起来 最终 林依加机身 和它的研制人员一起 经受住了考验 经历了波折 积累着经验 中国第一行 中国第一行专用武装直升机 在一步步从设想变为现实 2001年 执石的整体设计完成 2002年 全部的图纸和技术资料编制完成 2003年 试验样机装配完成 梦中 梦中的执石虽然只是一个机身 却终于真真切切地摆在眼前 立下五年之后 执石的研制迎来了又一个关键节点 2003年4月 在非典的阴影下 景德镇吕蒙是非基地 迎来了一批兴奋而紧张的客人 在这个飞长时期 不远千里 就是要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执石着首飞 在人群的注目下 执石着二号样机 缓缓飞力地点 稳稳完成了盘旋和通常等动作 中国第一型专用武装直升机首飞成功 我们是提前完成任务的 我们原来给我们设定的目标的话 是2003年的6月份完成首飞 但是我们在2003年的4月29号 我们就成功地实现了我们直升